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政权 我相信国军是做好准备 不管是精锐的部队 新式的武器 透过了国防白皮书 让我们见识到 小英总统 尽管民调在怎么低迷 外交国防 他不是没有做事 他在建局旅局当中 还是落实到国防自主的一个重要性 可是呢 从庭内我们看到 这是靠北长官的 脸书里头的po文 就是内政部的议政署署长 林国也 他耍官归 他是在22号下午的3点10分 议政署长的驾驶 不配合受检 同时口头威胁 我们知道这些少兵 这些战卫少的 这些阿兵哥 基管呢 他不分大小 基本的专业 你一定都是要去检查 甚至车子 你翻开你的后车厢去检查 这不是基本的配备吗 结果呢 司机竟然不配合受检的同时 还呛下说 我比你的指挥官还大 我们开会 你们这样的妨碍公务 当不完的兵 要挟通知要旅长 同时爆料者还说呢 当时林国也要求 少兵呢 关门回报战情室 那战情官指示 不能够放人 林国也竟然下车闯营区 那带这个战命班冲出来之后 署长才交出这个证件的识别登记 而且呢 林国也驾驶下车辱骂 这个少兵说 你们都是吃狗屎的吗 这样的官僚体系 包括现在外交部 你明明护照 明明就是什么 逃犯基点啊 明明就是美国机场 你还硬凹硬掰 你觉得蔡英文的民调会高吗 来 婷妹怎么看 一个五天 一个十二个小时 我觉得基本上 这对执政团队真的很伤 尤其益政署署长 我相信或许过去是便宜形式 但是便宜形式不代表那是对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经过了钢效 他一定都要接受检查 虽然益政署常常在成功里办活动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些受训 因为他有一些替代意 那可能过去是便宜形式 但不代表每一次的便宜形式都是对的 所以这一次可能刚好碰到一个 比较尽忠职守的哨兵 所以他要求就是要按部就班 依照SOP来检查 结果就变成有纪念杖的一个状况 可是如果你明知道自己就错的 而且或许他认为说 现在外界的观感没有像过去 过去他们在可能在行政团队里面 行政院里面可能大家都是 关着冷气坐在办公室里面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现在基本上只要一点点错 所有的网路讯息媒体一传播出去 没错 那个力量是非常大 我觉得他可能忽略这个力量 所以停了五天 然后外交部这个更夸张 十二个小时 错就是错 为什么要硬凹 今天你到底你在护照里面 所呈现的是哪一个机场 这个还能凹吗 这个还能凹吗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说 今天外交部的反应也太慢了 你说你当时候怎么验收的 怎么验收的 这样的一个完全跟我们桃园机场 不一样的 这是杜勒斯机场 不是桃园机场 你如何验收 第二个部分 现在中央硬制厂总座 陈永辉说要盖瓜承受 我们要问怎么盖瓜承受 这二十万本重印 要花九千万的公堂 二十万本重印要花九千万 对 我们要问 那这九千万是谁来付啊 是啊 你说 这个总座说要盖瓜承受 我要问怎么盖瓜承受 中央硬制厂也是 我们所编列预算 也是人民的纳税钱 那要请问 当你讲这一句话说 好像就有记性 说我盖瓜承受 请问你讲这一句话之后 谁要来承担 是你本身吗 还是用人民的纳税钱 你真的五天的过程当中 这个议政署署长林果衍还怎么说呢 他事后 被踢爆之后 你的司机骂这个哨兵 你这个哨兵 拜托 你天皇 你天子跟皇帝 我照样检查 我还管你是谁 这不是一个基本常识吗 你要肯定这个哨兵 我脑子很大 我是皇帝 难道你就车子让你进去吗 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敏感地带 就是因为pass 非常的放松 里头 你里头 你会在一个人 你里头放毒品 我那都不需要检查吗 你署长难道就比较伟大吗 这不是专业知识吗 这个署长事后他怎么说 他说 这司机会骂这个哨兵 是吃狗屎的 他说是因为我急着 要去主持节训典礼 因为时间到了 我就下车表明身份 我要去里面主持 我没有所谓的闯哨的问题 我就把我的识别证拿出来 因为车子有通行证 我再拿出来一次 第一时间 他还指责这个哨兵执行 他说哨兵执行是比较偏差 当驾驶口气不好 那是驾驶事情 我有要求他改善 这就是我们的官僚 来 于荣怎么看 我觉得上个礼拜 这个林果眼署长 他的这个 他即便他自己没有口出二 也是他的司机 但是他其实在第一时间 在周一的时候 他有做一个澄清 我觉得他的澄清也是非常的 他就说 他为什么会比较急的原因 是他觉得过去 议政署的这些同仁 每次要进去成功岭的时候 常常都被刁难 那我想请问 你被刁难 议政署的同仁被刁难 难道你就要对 第一线的承办人员 他只是在执勤他的业务 你对他刁 你对他这样的言行 有用吗 你对他这样子 以止气死的有用吗 那再来 这个司机 我就想说 司机他其实 他口出二言 然后他的长官 竟然还用 有一点想要帮他包庇 然后想要帮他说话 我觉得第一线的执勤人员 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辛苦 不应该再把所有的 救责 应该放在这个 议政署的官员身上 所以他其实 植物的调动 我觉得是非常 是非常妥当的 但是我们反观外交部 他其实五天之后才出来做澄清 那我们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这个是我们桃园国际机场 这个是美国杜勒斯的机场的外观 它上面有多了一个塔台 这塔台一看就知道 而且美国杜勒斯机场 它是连侧边都有这个玻璃窗 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 第一行下 是完全没有这个玻璃窗 那你看这个护照 这个措置的部分 现在应制场说是我们美工化的 他说是美工化的 而且我看上午的时候 那个外交部领务局的副局长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竟然还说 因为我们是从网络上面 看到的照片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 为什么中央应制场 印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误 因为我们也是从网络上面看来的照片 我们就觉得 他不像网络有很多是假的 对啊 网络有多少东西是假的 难道你们在每一次的发行 你不用订稿吗 我想连这个小的单位 我们出来做每一次的新闻稿等等 我们都一定需要订稿吗 连一个外交部拿的护照 护照是国家的门面 我们到各个国家去做通行的时候 护照是国家的门面 难道你不需要订稿吗 然后卸责给合作的厂商 这到底是浪费公帑 刚刚委员有说 20万本是9千万 其实106年 他们是编了9亿7千万 要来重印这个第二代的护照 为了就是要提高这个防伪的功能 那再来我也是要提 外交部中部办公室 你如果现在只发出258本 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人 我们每天去那个中部办公室排队 你光排一个护照 你大概排一整天 你从早排到晚 下午5点钟 他还有可能还排不到你 所以258本 你要想258个人 他已经排了多少个小时 在那边等护照 所以我觉得文官体系 你在出来做澄清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站在人民的角度去来想 然后再来 9千多万的 已经印制出来好的 这20万本完全就不能使用 你就是浪费了国家公堂 你要来承担 其实还是人民帮你买单 是 这些真的是 就是民调 小英政府的民调杀手 来 洛文元 其实这9千多万 到最后会谁负担 还是纳税人负担 照顾银行 当时赔了57亿 谁负担 还是纳税医院负担 所以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整个文官体系 会出问题 大家有说过 刚刚那个国陆亚讲 这文官出问题 他负政治责任下台 可是现在事务官出问题 有没有责任 感觉上行要有责任 其实是没有责任的 你今天出了事情以后 官官相互嘛 我稍微先把你调一个职务 调一个职务 他只要成绩个一年 或成绩个 有些更快 成绩一个月 马上又回过后来 又做更大的官 搞不好还升官就是 对啊 搞不好升官啊 所以大家紧盯着林国宴 现在调餐 林国宴没有主问 他是请辞 你要主问是 将三级调 调走非主管职务 所以是请辞 他有调非主管职务 对啊 是请辞啊 那你调 有时候调 我们感觉到说他有调 可是你调什么职务嘛 你记不记得以前 那个民航局 就桃园机场嘛 然后就是民航局管的嘛 是 那他那时候不是发生了 中控市喝花酒嘛 对对对 我接完他喝花酒 后来中控市的主任机场调子 是调什么职呢 所以把他调到那个就是那什么 就是航警员的训练中心啊 去当主任 去训练别人 对后来我后来后来才讲 薪水只差 那人家怎么会服气呢 薪水只差五百块 我们以为说他调职调到那边去 因为他的事物官啊 对 我现在是讲事物官的时候 他调职 就调职五百块 那差五百块薪水还怎样 离家近 事情少 反而没事情做 更舒服啊 那你说这个调职谁会怕 当然不怕吗 所以你还是认为民进党执政主要是没有政党文体是不是 我现在是讲就是说 这个是长久以来 从李登辉时代 陈水扁时代 马英九一直到民进党 都怪罪 所以现在整个都怪罪 现在执政的小英 当然我们不能全部克制他 是 可是小英你以旗 你要什么转型正义啦 你要牵涉国民党党产啦 你真的对国家有用 你就要先把这些文官的体制制度先改好嘛 你看我当然国民党是做了 对于这个整个文官观光相互 是非常严重嘛 大家知道嘛 那个桃园机场 他家那个总经理那个林彭梁 桃园机场当时 是为什么要改成公司 他说因为 以前是民航局管的 所以你要进民航局的话 要经过文官体制要考试嘛 那考试的话 没有办法沿染那个国际一流的人才来 所以我成立公司 所以我就要去沿染国际一流的人才来经营机场 可是你有没有沿染 没有沿染嘛 你还是用那个民航局的退休的员工 还有退休的员工 还有那个总经理那个林彭梁 那个林彭梁在当桃园机场公司的总经理的时候 爆发出来 我揭发出来 他的公关费用 一年六百万耶 比那个家中部长还要多啦 那你他出国去考察的时候 送礼物都送什么 送Hemmes的领带啦 买那个高级红酒去送啦 好... 后来我们把它揭发出来以后 我就赶快请职 请职后来说 我说我请职就算啦 后来说不到几个月 说既然怎样 要升官啦 要升官 去跑去华航当总经理啦 那时候的交通部长是谁 你现在是说是几年 我说夜匡时嘛 好好好 夜匡时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说 所以那时候交通部长叫夜匡时 现在交通部你叫贺诚蛋 对吗 贺诚蛋也有啊 那你今天他跑去华航当总经理 后来又出事 因为这个人一定出事的嘛 他就是当时他也是 因为我们知道 华航是国华会的就是... 有贺诚的 你再给他租临博两届了 这样走也走过去 他是最大的股东嘛 花越大 钱人的越多 权力也越大 韩花会他是... 那个华航是韩花会的最大股东 那宁鹏洋也是韩花会的董事 那那天 那个韩花会邀请董事长 是不是很重要啊 我官方的代表没几个人啊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写 你不能去写出给人家啊 他既然没有出席 跑到上海去 他跑去上海干嘛呢 他跑去上海去参观 跟他自己桃源机场 完全没有相关的 跑去那个立宝建设 参观人家的工地 所以就被人家抓到了 那抓到了以后 那回来当然下台啊 我们大致要下台啊 后来下台 我问一个重点 这人现在在小英政府 有在做事吗 没有 刚刚就前阵子才走掉了 前阵子才走掉了 他为什么 后来 后来又怎样呢 后来就是 他从华航离职了以后 那我心里想说 我当然想说 那应该好了吧 这个人改掉了 没多久 又跑回来 桃源机场当董事长 应该是叶光石的学生 对 他是叶光石的学生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所以今天真的讲 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 文官制度 为什么会这么困难 跟官官相互 把持着 还有讲 因为你那口机 也是握在那个主管手中 所以养成那个马屁文化 都会去拍马屁啊 你假如没有去拍马屁的人啊 考金就给你一等 因为名额有限 看似贼倒霉 假如那个主管 逢年过节 你们要去送礼 他生日 包括他太太生日 后来他阿公阿嬷生日 你都要去送礼 你没有送礼的话 那一等一定是你 所以现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这种拍马屁的文官官员 还是一样 非常有效的 那一天谈到功德的问题 其实已经经过一个多月了 你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我那天的谈话并不是说 任由照顾员的薪资低不管 然后要他们额外的付出 把它当做做功德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从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知道长照1.0 长照服务员的薪苦 跟他们的薪资如何 我担任市长之后 也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当蔡英文总统在讨论长照2.0的时候 我在担任台南市长都充分反应 所以我知道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长照2.0 他的照顾员的薪水已经提高到3万2以上 所以我那一天有讲 这个薪水会提高到3万2以上 那你还要看看你的工作 你渴望3万5 3万7 甚至于4万块都有可能 所以并没有说忽视了赵无缘的低心不管 那我只是想说 因为照顾老人也好 身心障碍者也好 失智者也好 这个也等于是做善事 好像在累积功德 我的主要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当然因为一开始 这个就第一首的这个报导 并不是那么完整之后 在第二首第三首 那当然距离会越差越大 那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社会的情况 但是我相信 只要时间拉久一点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到小军区 锁定新台湾加油 将近晚上10点钟 这是前法务部长罗英雪 出手了大轰司法 有人说他是想做什么呢 马总统在过去8年执政当中 曾经被质疑 他自己带头干预司法 而我们看到 罗英雪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 事实上也办了许许多的重大的案件 他现在的投书似乎在轰了 是北检里泄密 我们今天来看 到底为什么 他这是在表态吗 那表态什么 表态他是不是要重回 马英九所涉及的官司的律师团队吗 我们不知道 等一下来看 这一份投书的泄清的内容 当然一方面要看的是 要检方现在追的是 光华投资6.5亿远的流向 但马英九总统的三中案当中 已经面临到什么 接近收网的阶段吗 这是今天的静周刊 静周刊再度把它列为封面故事 简追光华投资6.5亿远流向 查的是什么呢 于建新买中市的资金来源 他的导言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 我们看到从中市 从中广跟中影 到底应该怎么看 当然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有关于习近平的最新状况 金曝复透住院之后 原因竟然是他屡屡遭到暗杀 导致于他的精神紧绷 压力状况地下 在平安夜住进了医院 现在是不是有最新的发展 当然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 两位重量级的立法委 一个是来自于台南非常优秀的 陈廷飞 还有来自于高雄很优秀的 环碧玲委员 花妈的心内话 投下了高雄市长初选的震撼蛋吗 以前人们想说 哎呀民进党尽管党内初选 杀得刀刀建国 到了初选结束之后 大家一定会赢得政权 初选过等于就是胜选 这个传统的思维会因此被打破吗 因为在美丽岛电子报 最新的民调当中 在台南跟高雄都有崩盘的危机 至少对于小英总统的信任度方面 他是过半不信任他的 小英的不信任度这么高的状态底下 会延续到2018吗 林中水认为 这是2014以来最惨的一次 我们应该怎么看 来邀请到除了刚刚这两位 重量级立法委员之外 包括了前十八个总年级 吴国栋大哥 师大政研所教授 范世平老师 国会观察基金的董上 姚立明老师 以及罗书类委员 还有陈玉荣 包括了台湾战略学会的会长 王昆英老师加入我们讨论 首先我想请教是 来杨老师怎么去解读 有关就是在前法务部长 罗英雪 他的投书 2009、2011年 他是担任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担任法务部长期间 是2013到2016 足足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他说19号 先党四位青年军 大清早突然被登门搜索 具体征讯 检调手段之草率粗暴 令人恍如置身于独裁军王 高压统治之警察国家 好搜索取证不但严重违反 民主法治国家 其重要的正当程序 抵触正常人都会有的 最普通的尝试 好他特别提到了什么呢 证人既为涉嫌犯罪 且要求协助办案 出庭还应支付旅费 自应以礼相待 此为不仅没律师 连看法律都不行 还长时间批刀轰炸 地位比被告还来得不如 我们看到在接下来 他还特别提到 侦办中的案件 尤其跟蓝营有关的 常常出现极其荒谬 错乱的现象 检调总在征讯结束时 向被告证人等郑重强调 侦查不公开 任何侦讯内容 皆不可以外泄 否则会追究 泄密罪责 然停讯后 民嘴 民态 媒体马上大爆特报 很多侦查卷咒的细节 被刻意扭曲 夸大渲染 制造对特定人事 或政党不利的氛围 检察官既不澄清更正 还还给当事人公道 更为追查媒体资料来源 旧办泄密者 只将侦查不公开 当成对付被告证人的警惚咒 他说三宗案呢 例如电视跑马灯 不断跑着 张哲成收受500万元的礼盒 真相则是张哲成看到 水果河里有500万元 立即退还 而录影存证 检察官心知肚明 却对媒体断章取欲 误导大众 视若无睹 好像还不准当事人 喊冤沉清 来 他说身为前法务部长 很想 很不想如此批评 席日部署 毕竟只是少数人作为 但是写下此文的内心 沉痛之举 那我请教姚老师 怎么看一个 曾经担任过法务部长 罗颖雪 如此的炮轰 尤其是北检 你泄密哦 来 姚老师怎么看 他根本没有资格的 做法务部长 他也没资格批评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黄世民泄密 那是众所瞩目 也是被法院定罪的 当时北检都已经起诉了 检察官都已经起诉黄世民 然后舆论就要求 立法院要求黄世民 是不是应该加以处理 当时任部长的罗英雪怎么答 当时他答说 这个泄密不是重要的事 不是重罪 不需要 现在还不需要处理 他自己亲口说的 泄密不是重要 他今天居然写大篇文章 说检察官有一些讯息 被司法记者透露出来 然后这个泄密就认为 司法已经崩溃 这简直是完全是见人两套标准 只要是马英九 黄世民 蓝银 像是新党的这些事情 他立刻就是一种法律标准 这不是一个做法 无法的条件 你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有一个标准 马英九的案子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 今天北检透露出来 而是许许多多的媒体交叉的 因为北检如果 如果真的要透露的话 像以前 近周刊 一周刊所谓的保利党 曾经触到中视12亿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不是是来自罗书类委员 权威的消息 北检才去查 甚至还搜索的中央党部 是来自于权威的消息 而且罗书类委根本不清楚 他自己现在硬指说 检察官要求当事人不要泄露 可是事实上 是不是当事人泄露 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要晓得 知道案情的人 除了当事人 也可以有许多 其他被告的律师 他们调券也好 等等等等 他都可以知道内容 今天 今天这一个 王海清也好 张哲深也好 许多多被传讯的人 他们都知道内容 于建新也被传讯过 他也会出来 书名他传讯的内容 被聆听的录音带 所以这些东西都陆陆续已经经历过这个案子的人 恐怕不下三五十个人 可能听过录音带的人 可能都有十个人以上 他也会 所以当时 我只要举个例子 说张哲深 这里讲张哲深五百万 对 事实上这个消息 有中央党部另外一个消息出来 说这个不是五百万 是一千万 是是是 现在最近消息说是一千万 不是五百万 对啊 说一千万是因为党部早就有人耳闻 那请问这个跟北检透露消息之外 北检有泄密吗 当时北检根本没有传去马英九的时候 就外面就有消息 说余建新送了一千万给张哲深 这还不够清楚吗 是 这个罗英学以为这些消息 都只是因为马英九传了以后出来的吗 这完全太小看了 这个其实媒体了解新闻的背景的多样性和多元性 所以现在三中案件其实已经非常完整了 四个层次 大概只有一个层次需要再加以厘清 其实马英九已经 我必须说这个离 这个看守所已经时代不太远了 因为现在只差一个 真的吗 你的判断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只差一个金流 因为现在四个大证据嘛 这个四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 我早就说了 帝王证人都具备了 帝王证人跟帝王证物 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 帝王证物就是那个录音带 居然三中案隐藏了十年的录音带 被检察官突破新房 被交代出来 王海清说我曾经有全部都有录音带 然后去把它收出来 当时第一时间收的时候 第一时间收的时候 检察官为了要保密 故意对外讲 那个是消辞的 根本是我要还原才知道 根本不是嘛 王海清已经露露录音带 可是各位都知道刑事案件 录音带不能当作单纯的证据 它必须要成为旁证 有证人证实录音带的内容 所以所有有关录音带的内容 他询问过王海清 询问过张泽生 甚至于询问过蔡政元 说有关这个录音带的声音 是否某假某乙某柄柄 是不是当时的背景如何 他都要询问过这 所以录音带跟证人 已经对照一个结论 马英九在主导三中事件 也就是打脸马英九 从过去十年来 一直否认说 他三中案都不知道 是中投公司在做 张泽生在做 他不会清楚的 可是这两个人证明 这两个人不是外人的 这两个人就是 他说交办的两个人 可是这两个人 不约而龙的说 就是他在处理决定 就是他在处理 他在主导 那你有什么话 然后录音带又证实 他们俩说的话 所以这帝王证据 帝王证人都有了 现在更缺 然后他还要到党中央 去找其他的政务 到党中央去找 党产会 开会的时候 有会议记录 满久在会议记录上 里面也是主导的 那你就可以想象 可以说所有的证据 已经逐渐的整合起来 当然 这个迟早还要再传讯 马证就对他做一些处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其实三中案子 现在只差一个金流 这个金流的意思就是 明明余建新没有钱 他的钱从哪里来 他原来的四亿 要交给中国国民党的四亿 他是向日月光调的票子 结果日月光把票子拿回来 没有借他 没有借给他 可他后来还是把钱付了 请问他钱从哪 是不是根本就是假的 国民党通过光华给了他 再转回来给国民党 如果是这样子 就整个案件就明朗化了 也就证明检察官想要确认 这整个借卖有可能是假交易 所以从头到尾 马英九是在主导 这个三中案件 这一个事情 其实已经无法推毁了 OK 接近收网的阶段吗 半马 帝王证人 帝王证据 是不是都几乎 已经都到位的同时 那我们看到 在此最新的一个状况 因为马英九总统 事实上要求要移转管辖 有关三中半道 这是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个动作 那再加上罗英雪 他所任命的法务部长 我印象是没记错 罗英雪曾经帮马总统 打过官司 余文案的律师会不会就是他 所以现在一个法务部长 他退休之后 突然间来这个大动作 是在召唤说 我可以去担任 马英九总统三中的 辩护律师团之一吗 我不晓得 可是他现在指控北柬泄命 国动大哥事实上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一个逻辑 你指控北柬泄命 你凭什么 第一个逻辑 你凭怎么指控他泄命呢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认为北柬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 司法不公正 事实上过去马英九八年任命的过程 八年的执政被认为你带头干预司法 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他过去在八年政权当中办哪些案件呢 你记不记得苏志芬 戴上手铐 还有呢 被办了还有谁呢 像许天才等人 到最后通通无罪 来看这个VCR 国动大哥继续帮我们做解析 国动大哥继续帮我们做解析 那我很失望 看到罗英雪今天的出手 再看到在马政权的八年的过程当中 司法怎么沦为政治工具 现在的批评应该怎么看 来国动大哥 罗英雪如果今天是以律师的身份 来谈论侦查不公开 谈论检察官办案的程序正义 我们也许可以接受大家来讨论一下 但是他今天以前法务部长的身份 投书的话 齐心可诛啊 真是齐心可诛 你凭什么以前法务部长 来谈论这个 整个侦查不公开程序正义 整个问题呢 你在法务部长任内 有没有改革过你们法务部的这些政务 你有没有办过一个检察官 在泄露侦查命运 办给人民看 你有没有 现在小心你先看他的履历表 从马英九当写 2008当写 他的所有职务 全部都是在马英九任内 是是是 OK 没错 交通有交通帮 金融有金融帮 这难道不是司法帮吗 现在司法帮在反扑 我一再提醒 马英九开始控告 要按铃的时候 他那就已经采取动作 一声令下 所有反扑动作都出来了 包括陈长文也写文章了 罗云协现在开始投书了 整个密集 现在法务部 你检察官系统 你得要承担起这个压力 你承担不起的话 你一退缩的话 人民对这个司法改革 真的是没有指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他讨论东西 到底有没有讲出问题出来 他讲出什么东西 今天所有大家 在看着整个案子的发展的时候 除了检察官 你必须要有个 明切的交代以外 大家又要维持 这个程序正义 但是你们长期霸占 司法界的这些人 你们真的有对司法正义 有过下过努力没有 没有 民进党被抓的这一串串 被起诉的这一连串 我印象很深 民进党还成立一个小组 叫做什么检察官 什么什么 不是 坏检还是什么 好检小组 好像由黄帝营律师 破检 破检 对对对 司法记者会 破检小组 后来破检小组 爷爷后来也越来越没有力量的 因为实在不胜美举这么多 但是我提醒哦 个别被追杀 个别被起诉的那些当事人 绝对不会放过的 包括我们所知道这些大佬 这个苏之分 陈明文 还有那个喜天才 还有包括那个 吴李培 吴李培 他怎么甘心啊 还有谢亲自 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得下 这个司法迫害 但是到今天为止 罗英贤没有一次出来交代 甚至像这些当事办案不对 来道歉 他今天竟然还有脸投出谈这些事情 我真的大为 就大开眼界 所以在三中案如火如土在办的同时 你看到这是今天的靖周刊的封面故事 低检署追查三中案当中 首度派员进入国民党的中央查阅 党产交易室的中常会记录 还密追前中史集团的董事长 于建新所买的中式资金来源 紧急向银行调取国民党 光华投资的银行账户资料 其中可疑资金高达六亿五千万元 流向不明 因为中史集团当时财务非常差 为何可以拿出八亿九千多万元 是否与光华投资的金流有关 有待检方比对厘清 三中案在柔英姐当法务部长 已经告了多少次 总共在柔英姐的手上 有一百五十几件 在他任内的特征组 全部都签结了 在他任内的北检 也签结了很多马前总统的案件 现在我们去搜索 政治一样一样出来 当然作为曾经在中国时报 工作过的一个老记者 三十年来 非常不舍也很痛心 当年中国时报老老板余剧中先生 把整个集团交给他儿子的时候 做了两样很错误的投资 一样投资就是网路 第二个投资开始要进入立体 我印象到是18亿买中天 从那个余平海 那时候中天是好像在东风街 一个地下室里面 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值不值得 你去买这个职 当时开始在做的时候 大家也许说 中国时报要转型 但是财务已经发生困难 包括我在内 都已经一直被劝作 赶快退休了 赶快退休 那时候提出来是 忧退忧离 就是你现在在2000年开始 2000年开始 已经财务在走下波了 到2002年的时候 鼓励你退休 给你加花五个月 中国说好的时候 那你2000年已经走下波 2002已经持是优退 到了2005、2006 还会转向去买中式 而且刚才说 他是包裹三中 是三中是卖给他 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 有这个财力 当年 一个就是日月光的张董事长 一个是孙道成 那时候孙道成还没有败落的时候 那时候有这个财力 他跟他们是非常密集 他要周转 应该有应该够 但是看杨老师讲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这是个假交易 余剑辛终究是一个人头 他只是过个水而已 所以我为什么不舍心动 他现在在查 如果他也讲出这个真正 查余剑辛 买中式的资金来源 配合国务大哥 曾经在中式报夕带出 他那中式报夕带出 他那中式报夕带出 对 来所以罗树内委员 查余剑辛 买中式资金来源 依照目前 肥剑所办的方向 指导核心 真的已经接近 收网的阶段吗 来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要办三中案 就只有追查 那个资金的来源 你只要把资金 查得清楚的话 那就会水落石出 其实今天林县彤律师 也报导说林县彤律师 他是一个很自身的党员 他也去告马英九 其实我们基层的 很多的国民党党员 我们都对于 现在民进党政府 在追讨党产 在追查党产 他很混产 可是对于 这一群 贱卖国民党党产的人 我们也是很混产 所以大家也希望 查个水落石出 因为国民党 大家都知道 他加大业大 那他当年 他有这么多资产 很多都是 一些基层的那些老农民 那些老党员 这样每个月被扣薪水 缴了党会 去买了资产 去投资所赚来的 那怎么可以 让你这样购卖掉 那今天那个 周刊报导出来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大家都提到说 一见心他没有钱 他既然没有钱 他怎么胆敢 去签一个荷叶说 他买三中 用九十三亿去买 那当然九十三亿 他需要拿出来现金 要四十几亿耶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不管他背后的君主 你说有日夜光 有孙道琼 可是日夜光只承诺说 要拿四亿出来 后来日夜光 因为发现说 这个交易很复杂 甚至也有人去告诉 那个日夜光的张前生 就跟他讲 你最好不要管 所以后来他也缩手了 那缩手的话 一见心全从哪里来 那这一次周刊报导说 查到总共有六点五亿的 一个资金的不明 就是查到什么 他说在那个 就是你知道 主要是那个光华投资 因为那个什么 那个三中的股权 是属于光华跟那个中投的 所以假如他卖掉三中的话 钱一定要进光华 所以光华照讲 你应该有钱进来 为什么你有钱进来 那个时候应该很有钱 怎么会在那个时候 会把你的定存解约 还有你有一些基金 你一起解约 那解约了有个两亿的资金 汇出去 汇出去没有几天 就收到那个张前生的 两亿进来 所以他们认为说 那这个资金来源 到底从哪里来 你两亿出去 没几天又进来 那是不是有这个钱 到底那个是谁给的 那现在很清楚嘛 其实 汇出去又汇回来 所以都自己的钱 在那边绕来绕去 把光华的那个会计 把他那管钱的 叫他下来问 你就知道了嘛 你当初汇这些钱 你把你的6.5亿的资金 你解除了你的定存 你解除了你的一些基金的投资 那拿到哪里去嘛 你那时候在卖资产啊 卖资产是有的是钱啊 你钱要进来啊 那你为什么会去解约这个钱 所以真的 你只要这个资金的流向 查清楚的话 那就可以一目鸟然 那在这里 一个很重要一点是说 我们大家都要提说 为什么当那个 那个宜贱欣 他违约付不出钱出来的时候 那为什么 不就给他解约掉了 为什么还需要给他 干嘛还要把中事给他啊 为什么还要那个啊 因为当然 因为那个 王爱卿 跟那个张哲生讲说 因为宜贱欣是马英九找来的 所以一定要给宜贱欣 他清点要给他的 对 所以一定要给宜贱欣 那还有更离谱的是说 天理下 没有这种卖资产这样的卖法 我有时候在讲说 像我很多我们公务人员啊 还是国民党的很多那些高层的党工啊 当他在赠他的潜意的时候啊 都绝顶聪明 非常聪明 可是当他在一些一些那什么投资案啊 或是说一些在买卖 买卖资产啊 包括我很多公务人员喔 跟很多的民间机构 签了那些盒业喔 你这看不下去 都是你在 跟一些 跟你有利害相关的一些盒业的时候 签订盒业的时候 都笨到极点 你怎么可能说 一毛钱都还没有拿到 就把所有的股钱 都过付给一切心嘛 是是 那当然有人讲说 是不是怕那个党政筋条款 到解决日 赶快购付给他 你也不会急到 欢公跟起公跟 可是他没有付钱的时候 他没有付钱 拱手让给人家 他没有付钱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拿回来 所以不太可能吗 对 光源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我刚刚小军讲的一点 我觉得很有可能啦 就是说罗英学 他怎么跑出来了 然后他讲的话 其实就是替马英九的策略 再重复一遍嘛 就是骂北俭嘛 侦察不公开 然后替他的遗转管辖 来说明 然后如果没有遗转管辖 最后把他起诉 那就是有问题吗 就是政治迫害嘛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 罗英学他 很可能准备着说 我可以替你辩护再准备 其实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马英九已经知道不行了 所以他慢慢的已经在整队 然后罗英学已经站到 已经站到他的发言人的角色 对 因为国民党里面 有身旺有名旺的人 有地位的人 没有人愿意替他好好的讲话 那发言人又没有威望 所以像罗英学这样的人 来作为他的发言人 替他带风向 那罗英学确实是 如国栋兄讲的 他最没有资格 也像姚老师讲 他最没有资格 他自己现在在骂他过去的部署 而他过去 我就曾经抓到好多的案件 罗英学他都是在指挥 他的部署方向 都是在带风向 所以我当时说 他是带风向女王 譬如说我们发现 特征组监听国会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说 特征组应该没有监听 国会的主观意图 他就带风向了 然后譬如说 当时学生学院的时候 要办学生的时候 他就要求依法处理 不可以因为学生的身份 就有两套标准 那柯文哲的MG149的时候 他也说 应该要赶快去 这个侦办 要去调查柯文哲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重要大的方向 党性很坚强 然后在指挥办案 然后带风向的一个法务部部长 所以今天他其实也就是 像MG的嘉诚一样的角色 OK 又出来指三道四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是 大家听飞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案子了 我们现在必须追查 就是说 为什么余建新 他本身从中石集团2000年开始 刚刚果冻大哥也说 基本上就开始来走销 老婆真是2005年就收了中石晚报 那收了之后也大量裁员 那大家看2005年都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在2006年有办法 有那么多的资金去买 所谓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整个它的一个中石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光滑投资 你原本是应该要纳入来 因为他卖了股票 你应该资金要进来 可是有一个重点是 你除了两亿的资金往外流以外 现在流到哪里不知道 然后呢 你还把定存解掉 甚至还把基金把它赎回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大动作 你光滑投资 你应该是卖股票是在收钱的人 结果你居然又在做往外 6.5亿不要流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汪海清 为什么这个录音带会曝光 我们认为说这整个过程当中 汪海清一定要自保 也就是应该是有一个重要的证据 已经直指马英九在整个案子当中 跟汪海清还有张承生 他们整个的过程 跟他的主导 所以汪海清他一定要自保 否则他怎么可能把这个录音带拿出来 我们看到光滑投资 他为什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原本要收进来 现在又6.5亿往外流 还有市政 国民党中产会所有的会议记录 还有党产的交易记录 我相信这些都足以证明说 马英九在整个案子当中 绝对不是一个路人假路人蚁 而是有直接的一个主导权 四大铁证帝王证人帝王录音的同时 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 刚刚特别提到议政署署长请辞获准 对不对 那有关护照出报的问题 外交部的领务局长也确定下台 这是我们录音同时所发生消息 那在新闻的最后 有关习大大的事件 王老师在最后 你认为这个新闻的准确度还蛮高的 后续怎么看 因为现在中国内部的范围 的确有一点点怪怪的 有没有可能在动荡不安当中 鹰派因此抬头 对台湾转来更强硬的态度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对 中共基本上来讲的话 以党拧政 以党拧军的传统没有变的话 那么只要他的那个解放军掌控住了 是 武警是很小的力量的 你想想看 如果这财富成40万人 还有很多机动队都全部撤光以后 这些人是不可能动了得了这个习近平 是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暗杀 那些也许是真 但是都是各种不同的传言 但是会有 但不见得会影响到大局 OK 任何的一个从古道经 任何的暗杀能够影响大局的 几乎很少见到 是 我们来持续关注好不好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再会了 拜拜 拜拜